泽连斯基小史计谋获得美西方长期支持又得到安全保障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董科军 欢迎观看科军论评 今天要说的主题是 泽连斯基小史计谋与美国等多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 即获得美西方的长期支持又得到安全保障 但这个协议会不会是给泽连斯基画的一张大饼呢 据中新网报道 七国集团峰会13日至15日在意大利召开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的美英法德一家和日本领导人外 还邀请了十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会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开幕致辞中 说出了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 他说七国集团需要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 实现共同发展 除了解决加沙战争和俄欧冲突的问题外 还需要更加关注印太地区的问题 显然 即期峰会要讨论的议题 达到针对中俄 他们讨论俄冲突的议题主要就是协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用俄被冻结的资产援助乌克兰 他们讨论印太问题的议题主要是遏制中俄经贸合作对中国的实体进行制裁 所以说现在的即期峰会完全违背了即期的初衷 当然这次峰会最引人注目的议题 还是美国和日本分别与乌克兰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 他们承诺对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持和安全保障 这次美日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后 即期国家都与乌克兰签署了安全协议 而且呢 已有15个国家与乌克兰签署了安全协议 并且呢 都承诺给予乌克兰长期支持和安全保障 这不就是在支持乌克兰长期与俄罗斯战斗下去吗 使得俄乌和谈的希望更加渺茫 你看在签署安全协议后 泽连斯基得意的说 今天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那么为什么泽连斯基日中雨到处跑着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呢 一是泽连斯基得到了北西方国家的安全保障 乌克兰及美西方认识到 乌克兰在短期内不可能加入北约 俄罗斯呢又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乌克兰面临失败的危险 怎么办呢 那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 找个替代方案 双边安全协议可看作是一个替代性的安全保障 或是一个准军事同盟关系 也就是说呀 即使乌克兰近期不能加入北约 仍然呢能得到美西方国家的支持 包括补其装备的支援 这样乌克兰既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援助 签署国呢又能依法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大家看看美国与乌克兰签署的安全协议 是这样说的 美国承诺将长期支持乌克兰 包括在未来十年继续对乌克兰武装部队进行培训 扩大武器和军事装备开发合作 继续提供军事援助 加强情报共享 而且呢美国还承诺 未来如果乌克兰遭到俄罗斯的袭击或威胁 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将在24小时内会面商讨应对措施 并确定乌克兰下一步的防御需求 二是 泽连斯基得到了美西方国家长期支持的承诺 得到了金钱和武器弹药长期支援的保证 但有可能啊这个协议只是画了一张大饼 前一阵子美西方国家原污力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减 乌克兰感受到了缺钱缺武器弹药的痛苦 所以呢要用双边安全协议来保证美西方的援助 但也有专家说呀 他们签署的是一种协议而非条约 是否对未来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呢 或是说能否保证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呢 这里面有诸多的变数 总之啊 美西方国家与乌克兰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 可能导致俄乌和谈的不确定性 而俄乌冲突的持续发展 将会导致全球不稳定性加剧 造成新的经济危机 好今天话题就谈到这儿 欢迎评论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